我请问各位,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人要靠自己,要靠自己的努力,到底对不对? 你如果认为对,你要小心 你太粗浅了 你光靠努力有什么? 那是基本条件不用说的 人家说为什么努力的人最后没有成功的很多呢? 就是德性不够 可是有的德性并不代表你能成功 你要重视法 什么叫做法 就是有一套办法出来 这套办法还不够,还要有些素 像刚才我们所谈到说 江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是真的吗? 当然是假的 可是为什么要来这套? 它就是素 道德是起码的,是基础的 你有了道德,你只能独上其身 你没有资格出来做什么事情 你要做什么事情,你要一套方法 你要讲一些手段 手段也不见得是坏事情 你要让人家的感觉很好 而不是说我保证我是为你们 这话随不回说